大家好 歡迎來到歷奇轉珠 昨天開了一個叫張逆德的降臨 只有體力和攻擊系主系的寵物才能入場 我用毒奶搭復步半狀 為何搭復步半狀呢? 因為復步半狀有1.5倍回 令我回復扯高一點 因為我攻擊比較少 剛才一開始有三隻按摩 一定要先打右邊的 因為右邊的每回合打 如果同疊了草或火的 是很容易死 因為我只有1.8血很少 其實我2.8血都沒有 所以要小心一點 還有中間為何放水的吸血鬼 因為水的吸血鬼是體力系的 雖然吃不到攻擊 但它也有幫助轉珠 第二關這三隻忍者 剛剛好如果你整隊都燒到全木工 你怎麼一次過打倒的話 就會剛剛入到那個 忍者剛剛好入到儲器的區域 只要入到火這隻 其實基本上是 碰行碰過 只要你 因為它開始 第一個行動點會開盾 即是已經有四香 是你無損狀態的 這樣被你淋砌 之後30%以下 它就會儲器 有多2回合 變相那裡 差不多6回合 無損 這樣被你殺 我先講一講這隊的 最大的Output 最大的Output 就是一條橫Buff 即是6顆 全在一起 再加4顆 玩2way 那就是最大的Output 即是復步伴障 還有這個RIDAR 對 還有那個比達 這樣就會最高 最高倍率 那其實呢 整條片 我都沒有這樣做 為什麼呢 因為我想告訴你 就算如果它只用2way 其實都夠殺的 不過就 要看你轉珠技術 看看怎樣 因為我也是有時候 用轉珠技術慢慢回來 對 我是特地不用 暗Buff 去打前面那些 因為我才有用到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正如我剛才所說 告訴你 真的用2way 其實都可以打到的 那 那 這一關的青龍 轉珠技 其實可以 入開 其實 沒什麼所謂 因為 最後 就算在關公 我都可以儲存 那 關公那裡 其實一開 一開 一開 就已經 主動 封 封 主動技 三回合 那 其實這三回合 一定要捱過它 其實這關公 只要低 一百 一十幾萬血 如果它入了光屬 其實它是一條 廢柴 雖然有些大不敬 但 的確是 在暗屬面 是雜雨 入了光屬 因為它過了半血 它發呆 它每兩下 就是一個攻擊點 所以 發呆後 它有兩個回合 給你殺 那 如果它是二 就是 在 給它致命一擊 之前 是要 剛剛令到它的 轉數是二 然後 用一轉 打到它 入光屬 之後再轉珠 才再一下殺 因為 本身只有五十幾萬 如果你版面 夠珠 那當然可以 如果有暗屬 再加 即便 實力是暗屬 加2way 已經KO 之後 它又是 3回合 減1秒 短時間 其實 毒奶 加0.5秒 其實 拉均勻 只會少了0.5秒 其實 看不到分別有多大 之後 就開始 這一下 是線手 我看其他 也有線手 其實本身沒有心 無心之勢 我開了暗RIDER 魚毛2 對 開了暗RIDER 然後 開了狗 開了毒奶 我盡量 把他的血 拉多一點 去一半 其實 如果這裡 有一個暗BUFF 這樣 其實已經打過半血 是一定打過半血 因為 因為 它也比較少血 剛才關羽的血量 說錯了 應該是200多萬 說錯了 抱歉 這個之後 這一下 攻擊 一定要打過半血 因為它打過半血 才會發揮一下 跟關羽一樣 跟正 剛才 第五關 血量 是200萬 我剛才看了低一級 抱歉 錯 我不對 之後 吸引個吸血鬼 大概一回合 現在要做的 就是清掉豬 讓它 掉多一點 深豬 讓吸血鬼 用 之後 再加上 復步半狀 這樣開 其實 已經夠豬 可以秒去 因為 我會做暗BUFF 之後 好像沒有剩2 好像沒有剩2 沒有剩2 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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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6 combo 一下 已經打過 你看看 復步 打了三十萬 之後 最後 看彈 是這麼多 影片 會拍PADW 如果喜歡 按讚 或者分享給朋友 最重要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拜拜 有請 一向 有請 來 接 我 有請